老二反对房子给老三的原因有二 其一 家里分房子没有跟他商量 其二 四姐妹对父母都尽了赡养义务 房子理应平分 而且 老二指出 如果说谁对父母好 谁就应该多分的话 那他更应该多分 因为他才是对父母最好的那个人 随后 老二向大家介绍起了家庭情况 据老二说 周家四姐妹 老大嫁到南昌 老四嫁到广东 只有他和老三在福州老家 以前 父亲在外地上班 母亲跟他住 他照顾了母亲二十多年 父亲退休后 母亲才回家和父亲一起生活 两年前 父亲去世 老三离婚了 紧接着又再婚 因为没有房子 老三搬回娘家住 老三平时要上班 没时间照顾父母 而他是自己开店做生意 时间自由 离母亲家也近 所以他对父母的照顾和帮衬最多 远远超过老三 可是对于二姐的这一番说辞 老三却给出了这样一句回应 大家都凭着自己的良心 老三指出 二姐完全就是昧着良心说话 二姐并不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孝顺母亲 因为就在去年五月份 二姐还对母亲大打出手 我妈脚跟长骨刺 叫我二姐夫带去医院 到他那里去 我妈就喊二姐夫的名字 没人理 该以为他在里面的卫生间里面 结果进去一看 看到他躺在那里 他不理我妈 但我妈说 你不理我干嘛 我喊了两三句 我妈就说 想叫国平 带我去看一下脚 她说 你不生我一个女儿 你生四个女儿 叫四个女儿一起来 好凶 我妈还是这样 第三下识地这样跟她说 这个病又消不到 四个女儿一起来 有外地的 是吧 这你进到这里 我就叫下你 她就说没空 她说 你分解东西来就没有我 凶了我妈几下 我妈就也生气了 她也不舍得打她人 就拿了那个不锈钢的棍子 真没声 打了她两下 那个防盗网 捅了一下 她就赶我妈死出去 这样抓到我妈的肩膀 一个手这样推 这样往前推 我妈肯定会往后这样子 推到门口的时候 就使劲推一下放手 我妈就这样站到倒下去的 倒下去就起不来 我妈那么久起不来 她就用手搭了下我妈的手 这样子 又把她牵起来了 然后呢 她打电话打给我大姐 我大姐也就打电话 叫我婶婶赶快来 劝妈妈回来 到医院的检查 她也没带去 都是我们的 就是后来她就没再管过 过问过是吗 没管 没管过 你这样子把老娘推倒了 你最起码要有个态度 说老娘 她说娘我做错了 是吧 你感觉也不要计较 对不起 我妈也是讲道理的 看你那样子 又不承认错 还说我妈耐死 到现在都还跟人家 学我妈是耐死的 看我妈就更气 对她会有很大意见 觉得她太糟糕了 谁说不理她 外公不理她吗 我为我家付出很多 没有家里的诽谤 还厌恶我 我妈妈厌恶我 我打的她 而且我秘密密夫 都说我打的她 我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真的好伤心 你说这个服务完 你要给她吗 没关系 这还要进去厌恶我 你知道吗 好生气 真的没有良心 我付出太多了 就误狼我